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演習 能夠提升大家對腸病毒的警覺 因為我們知道特別是幼童時期 抵抗力較弱 而且又是團體的學習 很容易造成群聚的感染 所以我們在這個腸病毒發生之前 我們邀請各個單位大家一起 來針對腸病毒做一個示範演練 那這個示範演練可以說非常的逼真 也非常精采 再多的說明不如是一場實際的演習 會中卓縣長也與來賓及小朋友 一起唱洗手歌跳洗手舞 宣導濕戳衝捧插洗手舞步奏 正確洗手有效對抗腸病毒 一句疾病毒說拜拜 一句疾病管制局資料指出 全國腸病毒重症個案雖無同胞個案 重症疫情較往年同期為低 但仍不能掉以輕心 因為腸病毒是台灣夏季及早秋的季節性流行疾病 目前輕症疫情持續上升中 預計六月份達到高峰 需要誘托援所的全力配合 加強防治工作才能成功防治腸病毒 我們所有這個東北的預防裡面 這個幼透元素當然會出現比較多的病例 要怎麼做群聚的處理是一個重點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來這個大城國小幼稚園 來做這個演練 館長也請先來看這個演練是如何進行的 幼稚園的小朋友家長 跟幼透元素的保育員老師們 知道說當這個群聚病例 要怎麼跟衛生局、衛生所要怎麼通知 要怎麼聯絡 再來停課要怎麼停 病例要怎麼追蹤、接觸、消毒要怎麼進行 經過這個演練後就大家知道要怎麼處理 今年我們是全國跟我們中華國有八個區 每一區都有一個演練 希望經過這個演練 這個東北的預防還有效果更好 衛生局長葉彥博也呼籲 若家中嬰幼兒經醫師診斷 在感染腸病毒時應在家休息不要到公共場所 且盡可能不讓病童與其他幼童同事 並盡量減少接觸 注意觀察家中患童是否出現腸病毒感染 並發重症的前兆病徵 例如持續發燒、嗜睡、意識不清、活力不佳、手腳無力、 肌抽藥、持續嘔吐與呼吸急促或心跳加快等 一旦出現上述病徵 請務必立即轉送大醫院接受適當治療